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什么叫鸭丁吗 这不是最近骂的 鸭头痒的 这是骂人话 人家最近奥运奥委会就说 这个东西影响中国奥运形象 说这个咱应该清除 但是我就是说 有些私下里的语言 它可能有点粗 但是它那种表现力是不能代替的 比如说刚才影子说 一开始要对文道致敬 你看他私下里说的 跟台上用的语言不一样 你看他私下里就说 我的第一次就是文道给弄的 你看他指的说是做枪枪 第一次上枪枪三十行 我第一次就是跟文道 第一次做枪枪三十行 感觉很快 但是你看他这种表现力 我想了一想还是没有说 因为万一那咕噜给掐了的话 那真的是就出事了 您不是单身吧 对是的 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语言套上道德来弄 就弄得人说话 就不敢说错话 但是实际上有更大的事情 值得咱们去说说道德 最近有个叫程思维的 你听说了吗 我现在觉得人的名字 特别像这个人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你看思维 他就是感觉盛世为严 居然思维 他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他说什么呢 说现在中国企业不能再讲资本无道德了 生意无伦理了 他说这个不光是说我们觉得不行 你现在就是33家中国企业跨国公司 被人家列为 被国际上列为污染严重的企业 就是说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入人家国际市场 人家欧美的标准有一条很重要 就是社会责任感 不光是环保 社会成本 对 你这企业做这么大 你是不是为富不仁 你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这是个门槛 然后他就说像中国这个什么苏丹红啊 这个这甲呀 那甲呀 这些东西 矿难造成多少人这个死亡 这种很多就是黑金啊 他说这个东西咱现在要挺身国际 你这就不行了 思维 但这个东西就是你说资本无祖国嘛 瓦克斯也这么讲 对不对 资本是不讲道德的 但这个讲法很奇怪 我觉得中国就是在过去20多年来 在学习走市场经济的路 那么于是呢 你在市面上就看到一票人呢 在鼓吹就是资本无道德 那么都是说话是有根据的 就是这个亚当史密斯啊 就是所谓资本主义之父 他在国富论里面有句名言 这样看不见的手 对不对 对 市场是个看不见的手 他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什么例子 他说 你比如说一个做面包的师傅 他做面包 他为什么要做面包呢 如果按照过去我们国家讲 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讲 做面包是为了要养活大家 对不对 是为了要贡献祖国 他说不 错了 一个做面包的师傅 一个种田的人 他想的就是要赚钱 是为了自己 但是很奇怪 当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时候 他做出来的东西 却是对别人有益的 所以呢 听出来吗 文道学习过那纪录片 大国崛起了 所以没错 就讲这个 所以资本呢 就得是这样 就是你得 我只为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时候 我间接的会帮助了别人 但是问题是这一套东西 为什么现在行不通呢 就是因为啊 你开始发现了这个看不见的手啊 这个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 他已经走到一个地步 是会把很多的原有的社会结构都摧毁掉 那么你比如说像刚刚那些社会成本 什么叫社会成本 你比如说我去 我去做个 做交鞋的一个厂 我做这个厂的时候 我一来污染环境 二来呢 我的这个薪水给的很低 那这个工人啊 比如说你薪水给的低到一个程度 就是他可能养活自己 跟家庭都不够的时候 那就得社会来辅助他 你不就等于用了全纳税人的钱 来补贴你的身材吗 没错 对啊 哎呀真是 说到鞋啊 我们楼里住了一个法国的外交官 那圣诞节的时候 他买了一堆鞋 我在电厅上碰见了 他说寄回去送人 我说傻呀 中国人哪有送鞋的呀 这鞋呀那是 然后他说买不到 就是说在欧洲整个县的景区 我说你们活该 谁叫你们对我们的广东的那些不见鞋 采取这个贸易保护 然后他说你不知道 这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就是低价的倾销 然后垄断了这个市场 不完全是因为 他说这里边有一个叫800的什么东西 过去我们就是ISO900 说什么800 800就是说一个企业的责任 对于自己的员工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他说这广东的这些福建企业 比如说他们这个任意炒掉员工 不给女工产假 大肚子 完了以后一大肚子就炒等等 还有这些环境 工作环境的这个超污染等等 所以这跟他们这次采取这个措施 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所以你说的这个事啊 倒让我想起了这个另一个领域 最近呢 有一个中国这个游戏 就搞那个网游的那种高峰论坛 很多大牌都去参加这个论坛 但是记者去采访的 私下里有一人说了一句话 就了解这个中国网游内情的 说的跟你的一样 我跟你讲 我在三连上看着 混迹游戏圈多年的人 敲声告诉记者说 这就是中国的游戏业 道德归道德 利益归利益 离开商业环境 怎么说都行 但是一到商业 我们这就一个规则 就一个腔调 谁挣的钱多 谁就是老大 哪怕你抢银行 只要你不给抓到 照样你上主席台 这他这是这么一种 一种规则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东西 这种规则 在全世界都开始受怀疑了 比如说过去讲贫富差距 好像只有我们这些 中国人会关心 现在不一样 你比如说不是有一个 世界超级富豪俱乐部 叫世界经济论坛 在瑞士度假圣地 达沃斯举行 刚刚结束 这个论坛从来请的 他是发邀请 还请你来 你不能这个报名 他请的都是世界级的 那些大财团 一些大国的那些 老总总统什么的 他们今年开会 居然把贫富差距 当成个问题来讨论 以前不讨论 以前不讨论这个的 然后你比如说像英国 那个经济学人杂志 向来就推动自由市场 那么最近都出了一个专题 承认这个全球化 的确很好 但是贫富差距加大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些有钱人 他自己怕了 他怕什么 你比如说像在美国 一个大公司的 华尔街的大公司的总裁 他的薪水是一个普通的 白领阶级的400倍 他上街他不怕吗 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我跟周边的人离得那么远 起早这个治安 或什么各种的仇恨 都会往我身上堆 你就说香港 你看香港以前 这个华人首富李嘉诚 我想你很记得 以前你住香港 我们都是给李嘉诚打工 对 房子他大地主 李嘉诚是 都给他打工 而且在十年前 香港人提起李嘉诚 都很崇拜 叫他李超人 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怎么样 现在李嘉诚这人富豪 在香港几乎几乎 有点像过街老鼠 每个人说起 每个人说起 都有个前缀词的 你知道吗 说这些大地产商 现在一说大地产商 前面必定要加两个 叫无良大地产商 哎呦 跟几次是吧 你像这个中国也是 现在有的地方 凭什么十大经济人物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里头 平常特有名的那些 房地产业老总 榜上无名 对 后来人家评委会说了 说我们对他这个房地产 这种泡沫经济 对吧 搞的买房子的一族 那么多埋怨 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 虽然他有名 但我们就不凭他 对 而且他们这些大企业 还常出问题 你们香港有个特别火的一个超市 叫百家超级市场 大陆不也有吗 这个百家超市呢 就是李嘉诚旗下的一个大的一个集团 他到处开 然后把传统的菜市场 那些小菜饭都赶光了 就他什么都卖嘛 他也卖的大 他大嘛 卖的东西比你便宜嘛 结果最近出了一件事 在香港闹得很久 叫鱿鱼事件 什么叫鱿鱿鱿呢 是香港人很爱吃一种鱼 叫雪鱼 就是Coffish 那种雪鱼 就是拿来煎了吃嘛 你给我鱼爬 原来百家就拿了另一种鱼 就说是雪鱼 其实不是雪鱼 而且很像雪鱼那种鱼 叫鱿鱼 这个鱼就有油水 那个鱼 这种鱼是人不能吃的 因为你吃了就会拉肚子 拉油出来 因为他这个鱼里面的油 是种工业用品 他这个油是人消化不了的 这鱼还有工业用鱼呢 对 这种鱼专门用来 它不是喂猫 它专门用来生产一些工业用品 鲸鱼里边的某种脂肪 它就是工业的 然后这个东西闹大了 就全部人都在骂这个百家 你这么大一个超市 赚那么多钱 你还骗这个小东西 人家就去访问李嘉诚 李嘉诚说什么 李嘉诚说 你们香港人不用脑子想想 今天这鱿鱼 只有我在卖吗 很多人都在卖 结果他说 这个世界富豪 怎么能说这么幼稚的逻辑呢 对不对 然后就想起来 很多人就骂他 就想起来他当年在香港 有个电视台拍纪录片 歌颂他 说他是世界杰出华人 还在北京拍的 冰天雪地里头 穿着个大衣 就在个雪地 红尾白雪纷飞 很潇洒 其实对我来讲 富贵与我如浮云 我笑的 站着说话不要 咱们去一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就几个网站上 人家说了 出现了一段视频 就玩游戏 最高记录 40秒 扫雷游戏 好多人玩 你看看这个 你看 就是说 但是后来一查 还不是 官方的最高记录 是38点什么999秒 这个 已经说是用了 扫雷的那种高级玩法 玩 40秒 就全给扫了 我为什么讲 现在 我周围很多人 这些天就跟我聊 说网游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 游戏高峰论坛 这个里头很有意思 因为 你知道现在网游 也是一个社会 对 他们说 史玉柱 过去弄脑白筋的 这次游戏论坛 上来了 说是 沉寂几年之后 拿出一个免费网游 叫征图 一下子同时 在线人数75万 然后你知道 他这个里边 讨论的很多问题 我跟你引用一下 挺有意思 比方说 没有从来 就是征图跟以往的游戏 从内容而言 没有太大区别 但从来没有一款游戏 像征图这样 把中国玩家的欲望 研究的这么透彻 利用的这么露骨 这么堂而皇之 他怎么意思 就是说 一开始玩 就是学艺难经 就是说 一开始特别容易 感觉特别放松 但是 40级 打到40级之后 就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非常不寻常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打过去 这个地方就把你这个记忆 玩游戏的活经 跟钱 画上了等号 在这个游戏里 你花钱 买装备 升级 你就是 一路顺风 你不花钱的 你看 处处受羞辱 被那些花了钱的人 打得像狗一样 一天被人杀上 十几二十回 但是只要有钱 你能买最好的设备 买最好的药品 一个人打十个 还能花钱 雇一帮小弟 雇一帮马仔 帮你来群殴 你知道吗 所以 而且你看 善于利用玩家的 这个好勇斗狠 而且还搞一些什么 蒙面的 一些杀手 为了什么 刺激你 刺激你复仇 去买更贵的 这个装备 好比说 有一种东西叫运标 玩家一天玩五回 每次平均交两定银子 就五块钱人民币 给系统 要是你的这个标啊 半路给人打劫了 你的这个银子 就五块钱 就被系统没收了 而截标的人 打劫的人 反而能得到一定的银子 就是说赤裸裸的 弱肉强食 就是说怎么说呢 征服杀戮 欺骗 对 全是就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 您玩网游吗 我的偶像梁老师 我偶尔上网 去玩这种网络游戏 但是我不是花太多时间在上面 我跟你说两年以前 网游界是这样的 经常有人来找我 去做一个网站的代言 跟我来看讨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什么韩国的RGB公司 都是非常大的专业的网游 因为那个时候还流行 所谓的就是暴力美学 就是美女野兽 出来一个凶很大的人 灯跳出来 比如古墓丽 他们都觉得 我有那种潜质 有点像 我又叫影子 然后他们就说 你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还讲究修饰装饰 现在这两年 已经找我的人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他们觉得 这个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吃裸裸的 就砍人杀人 就像这个征途 这个游戏 我的表弟是在弄这个东西 玩这个东西 痴迷的不得了 他就是一切的都不要 就是所有的钱都能够买到 买到你一切的荣誉 但有时候我们想 这个社会不就是一个 巨大的网游吗 没错 你看这人家就说了 高峰论坛上就有人说 说我们颠覆了 就是他这个征途 颠覆了我们 做了十几年游戏的人 一直坚持的一个设计原则 什么原则 说在虚拟社会里 不管男女 没丑与否 有钱没钱 大家生活在一个世外 桃源里头 或者凭自己的劳动 靠这个练级打怪 或者完成各种任务 获得你在虚拟社会的 这个成就 比如说你玩 那个叫魔兽世界 你不可能买到所有装备 除非出天价 是吧 99%的人靠自己练级 得装备 但是说这个征途 是完全按照 丛林法则 现实社会 这种丛林法则设计 强者通吃 暴力就是生存规则 但是问题是 你即使过去的那种网络游戏 你说没这么赤裸 还是有办法 你比如说有一种 这叫做游戏雪旱工厂 你听过这个吧 就欧美有些国家 他有些要玩这个网上游戏 他玩呢 比如说你怎么样去 让自己晋级 你可能就要有很好的装备 那这个好的装备 怎么样弄回来呢 除了你直接付钱之外呢 就是你拼命去打 你累积分数越高 你的级别不就越高吗 但比如说 大家要上班上学 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老耗在那呢 没关系 我就请中国 在武汉 在重庆 怎么样 找一个小工厂 这小工厂里面 就是一帮年轻人 从早到晚 轮班在那边给你打 哎呦 我就给钱他们 给钱他让他帮我打 他帮我拖 这叫游戏工厂 你听过 那些年轻人 就整天生活在这个网民世界里 他打他也很爽 他还能赚钱 虽然赚了这个钱呢 呃 他打回来这个武器 是属于一个欧洲 不晓得什么国家的一个 另一个小孩的 但可以这么打吗 前几年你知道吗 好像在上海 还发生过女 青年女子玩网游 玩到什么呢 人卖银是为了钱呢 他卖银是为了换装备 就是在网上说 我有装备 怎么睡一晚上吗 睡一晚上 他就靠着跟这些高手们睡觉 好价格装备武装到牙齿 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他应该去扮演古墓里营 这是现身精神 但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用的语言 已经不恰当了 就我们常说 这个是脱离现实 沉迷在一个虚构的世界 对不对 但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正确 就是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很真实了 他很真实 他就是一个现实 你不是脱离现实 你是进入另一个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当像我们刚刚讲 所有东西都能换钱的时候 我们现实世界最重要的那个丛林法则 那个经济的规律 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了 你现在在网上玩游戏 是个能赚钱的东西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那个现在 除了你说征途之外 世界上面还是很流行一个游戏 叫做第二人生 怎么讲 这个第二人生是怎么回事呢 它跟一般游戏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有目标的游戏 就是说你不是进去 我要打来打去 怎么样怎么样 它就是个完全虚构的世界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你能够扮演任何角色 比如说我是个喜欢玩音乐的人 我就进入那个世界里面 我也开演唱会 然后那个世界里面的其他的玩家就来听你的演唱会 然后你能出唱片 在那个世界 他们就付钱给你买唱片 那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搞到什么地步 就是路透社进去开了一个记者站 要报告这个世界的消息 美国花旗银行进去开了分行 来处理这个世界里面的虚拟货币的贷款 房地产的这个抵押 影子可以了 咱这音乐剧在真实世界里老是不受 干脆到那里面弄一个吧 你比方说像这个美国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竟然不开电视 他看什么 他看YouTube 就是一个视频网站 那多少东西看 但而且在上面也能看到电视剧 你要有什么电视节目 就有人放上去让大家看 所以将来他不是电视取消 而是像现在这种电视 透过一个通讯技术 把这个视频按时播放给你看 这种观念颠覆了 不是大家不看了 只是我要按照我的时间节奏 我的兴趣 我爱什么时候看你腔腔 就什么时候看你腔腔 一个叫T-wall的东西 一个叫T-wall的东西 就是像我们那个凤凰宽评一样 所有播出过的节目全留着 我想看你哪天 我都能找得着 对不对 所以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现在别说什么网络是假的 真实社会里不也是假的 真真假假 就在技术现在一出现 真假你都变了 比方说他们说几大手机商 现在你知道手机可以搞什么 撒谎软件 撒谎环境软件 可以选择 比如说老婆问你在哪 说我在开会呢 他一按就能听见周围帮人在说话 鼓掌开会 是吧 说我在工厂上班呢 机器的声音 这都能撒谎了 这手机太好了 我发现 所以你看当手机跟虚拟的世界 全部联系起来之后 我们是随时出入到不同的世界里面 没错 而这个世界还可以给你真实快感 因为去年不是有科学家发明出来的 这个传感衣物吗 就是说你穿上去之后 所有真实感觉 你都感觉到 就过去比如说玩虚拟性爱 CyberSash 你就是看着而已 但现在穿这个衣服 你能够获得跟真实的性爱相同的感受 能吗 没错 哪有卖 还在开发 你像那天他们给我手机发一短信息 现在就开始模拟声音了 你知道吗 说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说火车 要开动了 这个火车开动 第一开始是什么声音 就是 坑水坑水 是吧 对实际上什么 坑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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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快一点变成三拍的 就是谁都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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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 再后来再快变成四拍的了 得谁坑谁 得谁坑谁 这就是社会现状 对没错 这个就我们现在很有深意啊 不行 你看看我现在网络视频有有那个歌 我给你看看 女人就要失去生活的勇气 周围眼带胸脚腰肥斑眼皮 男人没有活在世上的意义 个个脱发身心在家生满气 骗你 梦你 坑你的广告是千百度 明星老外 嗯的专家还为你做主 你缺铁缺心缺该缺少娘胎 嘟 你吃来吃去磨来磨去还是 嘟 老头变成小伙儿太神奇 帅啊 大嫂变成姑娘双眼皮 太好了 不如产品让你挺翘翘 高点 再高点 我身上要让你变得更尿急 高级一天就能把他 好急 你减肥抽脂去完美的你笑 你瓜斯海奇 用了神游不倒不倒就不倒 不孕不孕来到这里 还是不孕不孕 看得谁坑谁 得谁坑谁 你知道吗 所以就说 你就说这个道德现在 它没底线了 所有的人都是利益最大化 对 而你发现有钱人都是越长越像 你看看这史玉柱 玉柱老板 有没有像青年李嘉诚的风采 有点谢顶 一身白衣 站在那里 富贵于我 而且他还讲一点 这史玉柱倒是没讲错 他说你们叫市场调研 这网游啊 是在哪 县城里的市场有多么大 六七亿的 他没所在商严商 一般不是大中城市 现在那县城里 那些那些人 喝不下 我们最后一把 我家里正去 我们最后一年 membr 还是大事 我们最后一年 我们最后一年 我们最后一年